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百年过去了 仅与肃物一桥之隔的马克潭岛变成了海滨旅游圣地 很多人假日都会来到这里休闲度假 但这里曾经就是麦哲伦最后涉足的地方 从镇中心向东十几公里 有一座麦哲伦神坛 这里就是当年麦哲伦葬身之地 我们身后这高高的纪念碑就是纪念麦哲伦的 当时1521年的时候 在麦丹岛麦哲伦和当地的部落的酋长和他的部落的居民 打了一场非常苦的应战 最后站死在这 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在当时古战场的位置 修起了纪念碑 神坛呈四层宝塔形 底下三层是长方铁 最底层是锥形 除第三层塔身刻着麦哲伦的名字外 其他部分再无文字 神坛显得很绝脑 拉甲胡马旁与西班牙人的合作 惹怒了肃物对面马克坦岛的酋长拉布拉布 他发誓要诛杀一切投降者 于是拉甲胡马旁派自己的儿子 带上两只山羊求见麦哲伦 请求麦哲伦次日出兵讨伐拉布拉布 1521年4月27日 麦哲伦掉了三只小船 挑了60名船员 全副武装气势汹汹地向马克坦岛进发 他们在黎明前三小时到达了目的地 麦哲伦先派人去岛上 说服拉布拉布归顺西班牙国王 拉布拉布回答 我们也有刀剑 于是战斗打响了 能不能想象当时这儿就是 非常惨烈的一个战场 也就是说当时麦哲伦和他的军队 他没有计算这个朝涨朝落的这个 在当年跟学麦哲伦登陆马克坦岛的队伍中 有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的船员 他留下了马克坦之战仅有的一份目击记录 安东尼奥西岛 由于水下的礁石 船只无法进岸 我们留下十一个人保护船只 余下四十九个人 绕入了齐大水深海水 汤塔海水上岸 岛上土渡人超过一千五百 进我们上岸 他们大声叫他一下 打起进攻 我们的步枪手远避离射击的尽量 没有能够击击的尽量 土渡人出的船长 一伙人朝他扑上 两次打入了他的牙区 一个人的毒毛刺掉了船长女士 船长拔配箭 刚拔出一半 手臂被另一个毒毛刺进 土渡人一换根据上去 一个挥荡砍刀的人 砍仗虫长有毁 虫长面朝向追在地上 他们围住虫长 用竹毛 砍刀 杀死了我的虫长 从麦德伦神坛向南几十米 就是拉布拉布的石雕像 相传 拉布拉布身材伟岸 为人桀骜不驯 他是殖民化浪潮中战胜西方入侵者的亚洲第一人 麦德伦他真的是低估了麦丹岛的酋长 他觉得他可以轻而易举的能够攻下麦丹岛 然后成为他的一个占领的对象 但是没想到拉布拉布当时作为酋长 他率领他的子民 顽强地跟西班牙的侵略者进行抵抗 最后麦德伦站死在这里 那这可以说是麦德伦最后站死的一个战场 这两座纪念碑相距不过百米 空气中似乎有些尴尬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